主要感謝你帶領我們今天可以一起上課 可能請我們以後你還在 然後帶領我們學習和你新的敬拜 我們知道學徒在開票 也求你都看過這些事情 然後他我們將一切事情都交出給你 然後你們帶領我們 謝謝你的恩典 求你為我同在 這樣導到復訣是基督的聲音 好 我要來講就是上帝喜悅的敬拜 今天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上帝喜悅 怎麼樣子的敬拜 有蠻多可以討論的 聖經的經文非常多 不過我這邊最主要 我感覺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段經文 就是在 約翰福音法四章十九節到二十四節 那我們有拿到講義的 我們就是一起來就點好不好 就是約翰福音四章十九節到二十節 認識給你 來 先 先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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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說 先生 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上帝,你们道说,与他们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对他说,妇人,你要信我,时候交道,你们既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敬拜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从后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 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好,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争论。 就是有的人觉得敬拜上帝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这是一圣列人,犹太人觉得这样子。 那可是呢,撒玛利亚人,耶这个父人是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就觉得说不是在那个地方。 这个也是有历史背景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南美国一分裂以后, 北国的军王不希望他们的人民都去与撒玛利敬拜。 因为他们已经分裂了,所以他们就是很希望就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可以敬拜了。 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区分。 撒玛利亚他们有撒玛利亚母亲。 这些人他们就是强调,他们一样是敬拜上帝。 可是以色列人不把他们证为是纯种的犹太人。 这是有非常敌对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争论。 他们的争论就是说呢,应当敬拜的地方在哪里? 应该要在什么地方才可以敬拜。 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时候将到,不在山上也不在耶鲁撒玛。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敬拜的争论有很多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很多我们觉得敬拜,比如说有的人觉得敬拜应该要很安静。 有的人觉得敬拜要很大声。 那其实圣经如果仔细去看,有安静的敬拜。 像这个,就是以利亚面对上帝的时候, 有很大的响是他最后才是安静的声音。 然后那时候上帝才跟他讲话,这是属于安静的。 或者是像传道书有说,在敬拜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帝界也要敬过我们的身。 因为就是上帝是,就是上帝是那么大,那么小,对我们要敬拜。 但是也有很大声的敬拜。 就像比如说我们看大卫他们的敬拜,大卫王朝的敬拜。 就是,或是他们会吹号。 比如说吹脚筋,吹号。 那是属于很大声的敬拜。 那敬拜也可以就是,就是默默的在那边面对上帝。 那也有跳舞,像大卫王也是就在那边跳舞啊。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东西,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这么多不同的种敬拜。 我们要了解就是,有很多争论的细节,一点都是上帝所在意的。 所以这边耶稣在四章21节就说呢,不在山上留在耶路上的。 这个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他就强调,真正敬拜的就是要用灵和真理的敬拜。 那我们来现在看,这个河本跟河本修订拜。 都是把它翻成心灵和城市。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是不对的翻译。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典。 第一大典里面,愿福音灵。 就是分流嘛。总共是出现18处。 大概只有一两处呢,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翻成灵或是圣灵。 但是只有一两处是勉强可以说它可以翻译成心灵,这样子。 好,然后,真理呢。 就是阿雷黑出现20次。 几乎只有一两处是可以说它是翻译成城市。 几乎全部都是翻译成真理。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灵跟真理这两个原文字。 基本上应该是翻译成灵跟真理。 比较适切。 应该不是翻译成心灵跟城市。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然后灵跟真理在约翰福音灵也非常常出现。 就是说它的紧密的连结。 就是在约翰福音灵有出现两次,对不对。 然后其他时候它始终的出现,就是它讲说真理的圣灵。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真理跟圣灵是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 好,这边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们想要做这种原文字。 原文字的搜寻和它们自己的了解。 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学原文,也都可以进行这样子。 可能如果等我上语查经课程的时候再教大家。 就是这个是你可以运用别人已经做好的那个原文编号。 比如说0,它的编号是哪个? 编号,然后你就可以搜寻。 它有写之所以,它的原文已经出现在哪边。 然后你就可以去看那个字是怎么翻译。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我们有这样子的搜寻的概念, 我们就比较能够确切知道它要怎么翻译。 所以这边以约翰福音来讲,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看法。 其实很多英文版本,当然英文版本都是直接翻译spirit and truth, 就是说就是0跟真。 那就是正好合本跟修理版字这样的翻译。 不过我自己认为这个翻译是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我觉得就是敬拜上帝,上帝到底是希望我们怎么样? 就是希望我们用灵跟真理敬拜。 在灵当中敬拜,也在真理当中敬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灵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上帝的灵。 上帝的灵也是耶稣的灵。 然后再来这个真理的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它是属于上帝的话, 或是上帝的道。 那我们看特质。 什么叫做用灵敬拜呢?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感性的。 是一个体验性的。 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去经验到上帝的灵跟我们同在。 圣灵的感动降临的时候, 我们参加一场敬拜,我们会非常的感动。 所以它是以感性为主。 那上帝的话语的灵拜呢, 它就是灵性为主。 因为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心理。 要更认识上帝, 所以我们很会去分析圣经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们现在在上的这个课, 基本上就是以上帝的话为主。 是以真理的一种, 就是它是灵拜神学, 所以是着重真理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上课的时候就看了灵拜, 那就是比较着重灵的敬拜。 所以这个真理的敬拜就是, 思考反省我们这个, 我们的敬拜上道喜悦怎样的敬拜, 我们就从色经来学习。 那它的表现呢就是, 如果是灵的敬拜, 它就是一种经历。 经历上帝, 然后上帝的提醒, 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感动, 这是灵的敬拜。 那真理的敬拜呢, 就是一种思考跟反省。 就是说我们, 我们会去思考上帝到底要, 就是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去反省, 就是说比如说, 诶,我刚刚我很感动, 是我的一时冲动。 比如说假设有人, 他这个突然, 就是如果有人他突然就是, 诶,他觉得他要当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他要成为一个牧师, 那他经过这样子的感动之后, 他也要不断的去思考跟反省, 说这是他一时的冲动而已, 还是这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呼召。 所以这个是属于真理, 就是思考跟反省。 那如果在我们的礼拜程序里面呢, 就是灵的敬拜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在诗歌, 就是我们的敬拜的时间, 或是我们祷告的时间, 就是到上帝面前祷告。 那真理的敬拜呢, 就是我们就是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去思考圣经的话语, 然后我们讲道的时候会去讲解圣经。 所以这个是, 然后这个表格, 灵的部分, 灵的敬拜的部分, 就是比较像这样的特质, 然后真理的敬拜就是这样。 那其实上帝要的敬拜是怎样? 上帝要的敬拜就是, 两个都要有。 像这个表格里面, 圣灵的敬拜, 就是诗歌跟祷告。 我们也可以在诗歌跟祷告当中, 引用上帝的花语。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 我们有敬拜例, 可是我们可以用经文在当中回忆, 或者是我们讲道后, 像三十场讲道后, 都会有一个回忆的时间, 那就是要回忆上帝的花语。 所以它是今天能够结合是最好。 那真理的敬拜也是不能够缺乏圣灵的工作, 不然的话就是变成都是在学习一些知识而已, 并不是真的在敬拜上帝。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点, 第二大点, 就是缺乏领的敬拜。 如果我们的敬拜缺乏领这个层面, 那就是变成说, 注重知识的学习。 如果我们只有上帝的话语, 如果上帝的话真的有工作, 当然也是很好。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 我这个, 这种敬拜, 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面是很常出现的。 就是, 比如说宗教改革以后, 就是十六、十七、十七、十八世纪, 这个整个神学呢, 就是都一直在争论一些知识的细节。 比如说, 比如说,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总派, 对不对? 比如说静静会跟我们的差别就是, 比如说他们就强调, 就受洗掉整个人在水里面, 那我们的话就是可能是点水。 好, 可能到现在, 我们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差别。 你知道当时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宗教改革后的这段时间, 当时就是说, 宗教主张, 就是你水要怎么进去, 进水里, 就被盼成异端, 然后就可以去处死。 你知道, 然后比如说, 我们圣餐, 当初的争论就是说, 这个圣餐到底是变成, 就是比如说, 到底是, 比如说我们经过祝祷以后, 那个病, 是不是就变成耶稣的重体在这里? 是变成耶稣的重体呢? 还是它是, 一部分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碳盆, 就是碳水化的路, 垫盆内, 然后另外一部分, 就是, 而且还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 然后或者是说呢, 它就没有变, 它是一个象征, 或者是它是一个象征, 但是是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领受上耶稣的圣灵。 我现在讲的只有四种学说, 这四种学说, 当初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中快就分了, 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 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人在管子的, 对不对? 可是当初, 路德中跟长老中, 为什么会分开? 就是在吵着, 就是只差在这一点上面, 所以当初他们对知识的追求跟学习, 是一个到一个非常细节, 一个极致的部分, 但是就是很可惜, 当我们只有知识的学习, 那对我们的熟的生命, 其实成长是会遇到困难。 就好像我们从教会长大的孩子, 有很多人, 我们就充满了熟的知识, 对不对? 我们知道, 我们会被职见, 我们会被读到我们, 我们会被很多东西, 可是我们, 如果是只知道, 我们没有去经验到尚的爱, 或是我们没有去经历, 圣灵对我们的提醒, 那就是有限, 那我们看这个更多后书, 我们现在再讲第二点, 这个更多后书三章五到六节, 我们做这些事奉呢, 不是文字上的约, 而是圣灵的约, 因为文字使人死, 圣灵使人磨, 所以这个部分有提醒我们,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很多东西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个知识人, 当我们在学习上历的话语, 像我们文文章有教会, 在上历的话语的学习上面, 是算还不错, 就是说很注重, 很注重上历的话语的学习, 比如说我们会有, 社会研究的班, 都是不断地在查经, 可是查经如果没有带出, 这个属于胜变成长, 那也是很有限, 所以就是需要, 这是缺乏你的敬拜的问题, 那我们看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缺乏真理的敬拜, 什么叫缺乏真理的敬拜, 就是只有注重感动, 只有注重自己的经历, 但是就是没有好好去读圣经, 就是在台湾的灵人运动, 大概有四拨左右, 其中有一两拨前面的灵人运动, 就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注重圣经, 只注重圣灵, 那甚至他们那时候也会说, 我们是信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不是信圣经, 所以就是完全不是圣经这样子, 好, 可是这样子就是有另外的危险, 就是说我们很有经意, 很有感动,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 走的方向有错, 其实我们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教会, 中国大陆有非常多异端嘛, 比如说像什么东方的闪电, 那麽多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的研究, 就是对圣经的限制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是说, 都有很多圣经的感动, 可是就是只要一走偏, 就是整个中派一起走偏, 那台湾在当初离恩运动的时候, 也是有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有日八月一年没有实现, 就是这样, 就是整个教会一起的话,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缺乏真理的敬拜, 就是会只注重感动和经历, 但是就是有可能不知不觉就有走偏, 那我们看提摩泰前书这边, 这个是法国对提摩泰的一个劝语, 他说要宣服圣经, 要劝语要教导, 然后十五节, 说你要正真做这件事情, 然后要专心, 然后后半就讲说要谨慎自己, 他们自己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教的东西, 我们要分享的东西, 我们要谨慎, 而且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是不是说只有假想而已, 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能够, 是要符合自己的教导, 在这些事上很新, 因为这样做, 能够救自己, 又能救听力的人, 我们要知道在台上在竹岭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带领会众一起敬拜, 所以我们所分享的, 我们所选的诗歌, 都会影响了别人, 不是只有影响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在真理上面也要好好的, 去认真的追求, 这样子才不会产生扁差, 所以我们看第四点, 靈跟真理的平衡与合一, 就是说同时注重靈跟真理, 正真就是说, 这是我觉得上帝到我们的敬拜, 这就是在约翰福音这边讲的, 就是用靈跟真理的敬拜, 一方面我们, 就是好好追求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带领, 因为如果圣灵没有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带领会众一起敬拜上帝, 我们不会经历主, 可是我们也是认真的去学习真理, 这两个是要并重的, 所以呢, 我们在诗歌跟祷告当中, 我们可以引用圣经, 也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引用而已, 就是说是真的, 在这个当中, 用真理去反省我们的诗歌跟祷告, 然后我们在读经态的讲道当中, 也是要体验圣灵的带领, 不是说只是一个知识的学习, 这个冤浮于十六章, 这边就是灵跟真理同时出现的, 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这边是说, 真理耶稣, 他就是要定次价钱, 跟他的学生讲, 他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 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真理的灵来的时候, 他要引你们进入一切真理, 这个真理的灵, 这个正好就是用灵与真理, 这两个字, 然后真理的灵来的时候, 他要引到你们进入, 就是一切真理,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说呢, 圣灵的感动不会跟上帝化产生不同, 这个在, 其实有人有做很多理论运动, 没有很多波吗? 那我们跟我们长老教会比较有关的, 一波理论运动, 就是原住民教会的理论运动, 原住民教会的理论运动, 原住民教会那个理论运动, 大概在民国七八十年那时候, 就是几乎, 为什么现在原住民, 就是几乎大部分都基督, 就是因为那几波的理论运动, 然后就是代理, 然后就是他们, 比如说他们就有先知, 比如说女先知, 或者先知这样子, 然后他们有一次, 我们的老师, 那时候陈渊老师有去做一点调查, 就是去了解,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就有发现就是, 在圣灵的感动中, 圣灵启示他们去读圣经, 就是说, 我们以为圣灵感动好像就是都告诉我们, 直接要做什么, 就是引用圣经, 那其实这些, 甚至有些女先知, 他们有些智慧女先知, 他们是没有方法读那个, 就是因为有些圣经还没有翻译出来, 可是他们就是可以得到这样的感动, 然后就是分享出圣灵的话, 或是他们就是叫大家去读圣经, 那其实现在比较心迫的几波的理论运动, 全部都很强调, 就是要好读圣经, 就是说过去比较有较忽略, 那现在也都比较有注重,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这就是这一段圣经, 就是圣灵的理, 带领我们是进入一切的真理, 不是就是说不用读圣经这样子, 你看他后面就是说, 不是凭自己说, 而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 把他加到来试一下, 从来到, 好, 所以我们来看定点, 就是不同的敬拜形式, 我们回到那个, 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经节, 所以约翰明事章19到24, 有的人, 当初耶稣在跟这个撒马利亚的女生, 在争论, 以色列人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 然后这个撒马利亚女生觉得是, 他们的主动就教导他们, 是要在这个山上, 其实这个不是上帝要注重的重点, 上帝要注重就是要用灵和真理的经拜, 所以我要问大家, 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就说传统的礼拜, 我对我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比较, 比较无法思议, 传统礼拜有办法用灵与真理的经拜上帝吗? 其实是, 其实是可以啊, 就是说圣灵的感动, 也可以在传统礼拜引到大家, 还是有可能, 然后传统礼拜, 就是本来就有注重真理, 那经拜赞美也是一样, 都可以用灵与真理经拜, 可是相反的, 也有可能, 就是传统礼拜的形式里面, 可能有时候会缺乏灵, 或是有时候会缺乏真理, 就是没有讲上一个话, 这也有可能, 同时我们祭拜这个礼拜, 一样也会有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传讲上一个话, 或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缺乏圣灵的耐力, 这都很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上帝所喜悦的, 重点不是在于那个礼拜的形式, 不是在说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礼拜形式, 最重要是说我们这个形式当中, 我们有没有用灵与真理来经拜, 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接纳不同的经拜形式, 对我来讲, 我还是觉得就是年轻的人, 我还是用经拜赞美, 可能我还觉得比较好, 这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上帝比较喜欢,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要穿地比较容易, 那, 好,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强迫,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人参加穿这种礼拜, 比如说我们到外地读书, 外地假设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经拜赞美的礼拜, 那这时候我们的信仰作用回变, 我们必须要学习超越这个, 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说, 我们要超越这个礼拜的形式, 但是我们一样是去经理上帝, 我们甚至必须要学习去超越就是, 讲道的牧师, 他讲的好不好,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 都依靠讲道的牧者, 就是说他讲的很好, 然后我们才会有感动, 我们才能共同理喻整理经拜, 可是你可以看上帝这边, 上帝学经拜, 有没有跟讲道的牧师, 就是有什么关系, 就是其实是跟你的关系, 我自己在很多场礼拜里面, 就是牧师讲的, 跟我的感动完全都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因为我就是每一场礼拜, 我就是到上帝的月前, 我要听上帝对我说的话, 所以牧师呢, 他当然有时候讲的让我很感动, 可是有的时候牧师就是, 有些讲道者可能, 他准备的方向正好不是我们的需要, 可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去领受, 就是学习真理, 然后一样可以去领受, 甚至我们的感动,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 就是说即使, 比如说有时候像我们教会, 有时候比如说过年, 过年的礼拜, 新春礼拜就是, 就是没有进到这样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在参加的时候, 如果平常都很习惯, 禁拜上的礼拜, 我们还是要学习去超越, 这个我们习惯的这个形式, 然后一样用礼, 一真理来敬拜上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所以我们有个作业, 第六点,我们的作业, 我们作业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思考翻新一下, 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敬拜, 是比较偏向圣灵这边, 还是比较偏向真理这边, 我们自己可以思考一下, 或是我们有没有忽略掉圣灵的感动, 或是我们有没有忽略掉伤,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翻新我们自己的, 然后还有就是, 你可以翻新我们自己, 常常参加的敬拜, 我们看看有没有忽略掉圣灵感动, 或是忽略掉真理, 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作业的部分, 那作业就是可能拜托罗恩, 我们自己从这边搜集一下, 他谁, 这是谁, 这种课, 这种课喔, 好, 好, 那我们, 谢谢, 我们这作业的部分, 如果要教的话, 就交给这种课的别人搜集一下, 然后我应该不然理解, 这样子, 好, 对于今天的, 有了什么问题, 我都会准时开始, 那个, 除非我迟到, 不然我都会准时开始, 好不好, 我都会45分准时, 那就是, 努力大家找, 就是, 可以准时参加, 因为我们时间上, 就很改, 这样子,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领悟生理的接待, 有的, 你们没有问题, 我要问你们喔, 没有, 好, 那我可以问你, 哈哈哈, 没有,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我这样子没有问题, 那我顺便再解释一下, 我对这段经文的翻译, 的部分, 我们要怎样子, 正确表情一段经文, 最重要就是, 要看它的上下文, 上下文, 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嗯, 是什么,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到四节上下文, 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刚刚我们要, 比如说你要了解说, 比如说这段经文, 到底是翻译成, 理理真理比较好, 还是是理会诚实比较好, 就是一种, 先看第四章的上下文, 然后第四章上下文, 研究完, 可能固定有结论, 像在这一段, 他就不是那么清楚, 那我们再来就是要看, 约翰福音的上下文, 就是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我们这边会说, 约翰福音怎么使用, 真理怎么使用, 因为这是同一个人写的嘛, 对不对, 同一个人写的, 他的用法就会比较一致, 所以我们会先看, 约翰福音怎么用, 然后等到约翰福音看完以后, 我们可能再看整个新约, 明跟真理的使用, 然后再看整本圣经, 所以这个是一个层次, 就是说, 我们会先看, 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然后再我们会看, 约翰福音这一卷书, 那甚至我会跟他相关的书籍看, 比如跟约翰一二三书, 就是我叫约翰的书信跟约翰福音一起看, 然后我们再从整本新约来看, 然后再从整本圣经来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就是了解圣经的一个, 查经的一个层次, 所以就是, 提名若凯, 注意一听, 如果神学院的老师来分享,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圣经, 圣经神学, 就是他是新约神学, 或是旧约神学的种人, 所以新约的老师或旧约的老师这种人, 那他们就要注重这个层次, 就是先从直接的上下文, 然后到这一卷书的上下文, 然后到整个这一系列的上下文, 跟整本圣经, 他会有这个层次来看, 那所以我这一段为什么, 我研究起来, 我觉得他是要犯正理与真理,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要理念与真理的使用,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来找课, 好, 主要谢谢你, 你自己给我们保护的圣经, 教导我们就是, 我们要用你真理来祭拜你, 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 然后你也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 就是进入你的话语当中, 主要求你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参与音乐师奉的每个弟兄姐妹, 我这边参与上课的每个学员, 主要你帮助我们, 就是, 不是只有在知识上面学习, 而是真的有经历的圣灵感动, 然后也不是只有一些经历而已, 我们也是认真学习真理, 求你带领我们, 然后让我们一起参加,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父亲的圣灵。 阿们。